Hello,小朋友们,欢迎收看安迪讲故事 今天呢,我们和朵朵还有乐迪要一起来玩彩泥的游戏了 我们这里一共有六个颜色的彩泥 那么我们先打开黄色的彩泥 彩泥里面还有东西呢,我们来看看 是一根玉米 玉米和黄色的彩泥是一个颜色哦 我们在彩泥盒子上面的盖子上还可以印出小洞啊 取一点彩泥 这是一个小熊的形状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上面是紫色的盖子还是一个小鸭色的形状 里面呢,也是一个紫色的彩泥 我们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呢 哦,看到了 嗯,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小朋友们,有没有人能猜出来呢 原来这是光头墙先生 光头墙看起来好开心呢 我们再用彩泥来印一个小鸭子 小鸭子 小鸭子形状就已经形成了 我们再来看这个红色的 我们再来看这个红色的 哦,红色的有点拿不出来了 红色彩泥里面是一个白色的耶 哦,原来是一个糖果盒 小朋友们是不是最喜欢吃糖果了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绿色的 绿色的彩泥里面 绿色的彩泥里面 哦,我们看到了 这是一个橘色的小汽车 这是一个橘色的小汽车 哦 好像是佩奇 没错 就是我们很可爱很可爱的小佩奇 但是这个佩奇没有角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在这里 哦,这是最后一个了 是不是很期待这里面有什么呢 很快它就出来了 原来是一个小人偶爸爸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玩具就玩到这里吧 下一期再一起来玩 拜拜